非常有信心 因為我們的片話播出之後 就引起了很大的迴響 那現在有興趣要播出的 還有很多國家還有其他電視台 也來跟我們接洽 我們會透過我們所有的外館協助 全力把這部偶像劇 西語偶像劇把它推到拉美地區 其實蔣香美也跟我說一下 為什麼選擇吸力冷氣這部戲 我剛剛有跟各位說明 其實我們國內製造這個優質的偶像劇 非常的多 但是我們必須選擇就是 西語地區民眾比較喜愛的 所以在這個徵選的過程之中 我們有邀請這個拉西語的專業人士 還有西語地區電視台的專業人士 來幫助我們評選 那透過他們的選擇 他們覺得這一部吸力冷氣 因為一方面是跟社會的脈動 跟生活很接近 然後他們西語地區的民眾 也很喜歡感情的戲劇 那所以覺得這部戲很溫馨 應該在西語地區 能夠得到民眾的青睞 所以我們是透過專業人士的評選以後 選擇了這部吸力人氣 想請問一下劇中的主角們 你們有沒有想過 有一天你們可以前進拉丁美洲 然後你們看到自己講西班牙舞的樣子 你們感覺怎麼樣 誰要先來講 好的 我是很開心 因為我剛才跟三位主演說 恍若隔世好像隔了五年了 但是我們又重逢在一起 而且又因為同一個作品 推廣到另一個地方 謝謝外交部 然後剛剛看的時候還是挺有感覺的 我覺得語言是 感情是不受語言的隔閡 所以基本上 就像我們在看其他外國的電影一樣 我們也可以融入 我希望拉丁美洲地區的觀眾朋友 也一樣可以融入西人 其裡面我們所有演織人員的表現 希望可以感動他們 我們也希望台灣這個軟實力可以持續越來越好 我也覺得很榮幸 因為真的很感謝三立電視台 跟外交部這樣子 努力的為台灣的戲劇 讓他們可以被國外的朋友看見 可以被更多的國家喜愛 因為我一直覺得台灣的戲劇實力是非常強的 然後如果我們可以讓更多人看到 台灣的不管是像是好哥說的軟實力 還是我們的明星 還是我們的表演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都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 我們其實也很高興 就是我們國內有這麼多優質的偶像劇 能夠做我們文化交流的一個非常有用的工具 那我們認為這個偶像劇其實是可以打動人心的 透過偶像劇其實是可以看到台灣 不但是這個戲劇本身 其實是一個文化 也是一個社會發展的一個縮影 所以我們透過偶像劇來介紹台灣 我們覺得應該是一個很有效的方式 而且可以發揮比較深遠的影響力 當然我也說過 這是我們的第一步 但是我們相信絕對不會是唯一的一步 我們希望能夠後續有更多台灣優質的偶像劇 也都前進到拉美地區 對 其實現在最讓我興奮的是我們的戲真的透過外交部到了西班牙語區 剛才看自己的片子 真的有感覺是最佳外語片的感覺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榮幸 而且非常對我來講是興奮的事情 對 當然我自己私下是很興奮 但是我更興奮的是在西班牙語區的所有人可以看到台灣的戲劇跟我們的演出 真的謝謝 謝謝 就是還蠻開心 真的沒有想過可以在另外一個語言的國家 然後就是看到自己的演出有點意外 然後剛剛的配音其實我覺得都還蠻經典 而且它那個長度竟然還可以跟我們講得一模一樣的 我覺得很厲害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透過文化交流 可以讓台灣人也能夠聽到西班牙文的版本 那希望以後也能夠有更多國家語言的版本 然後讓台灣的這些滑流的文化能夠發揚到世界各地這樣子 那因為這個演員就是都講了一段七文 是不是在歷史以後發現這個語言真的還蠻難發音之類的 其實我以前有短暫學過一下下 為什麼一下下 因為那個卷實在不好學 所以我本來要選修它當第二外語 後來就有點難放棄了 那今天又學到覺得 真的可以再學一下耶 也許以後可以去那個中南美洲旅遊的時候可以用到這樣子 還敢去 對啊 妳要學救命這兩次 戴口罩戴口罩 可是我覺得他們可能四位現在都要開始努力的學西文 因為萬一到時候戲劇播出後太紅了 他們必須被邀請到那個地方去訪問交流的話 他們要用西文交流對不對 所以現在應該開始預作準備 非常期待 對